这道题是柳妍的 大屏上有字 我觉得孟非不爱钱 郭德纲是毒匪 这是三个人 我怎么觉得那么真的啊这题 是吧 判断吧 来选择 可以选 不可死就不会死的可难看 我要问柳妍老师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其实都是源于我第一次见到 孟爷爷和郭奶奶时候的 切身的感受 郭奶奶 你把那奶奶去掉 是我第一次见到 孟爷和郭奶奶时候的第一印象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孟非老师 我不知道孟非老师 还记不记得是在上海 一个什么动漫节 China Joy 那个动漫节吧 我们都是受商家邀请去做 他们的主持和活动的 像我们做主持人呢 有赚钱就是商业主持嘛 那你一定要为商家着想 一定要念到他们的品牌啊 念到他们口号啊 相关的一些产品 推荐的信息啊 孟爷爷一个都不说 因为我知道 有一个非常好的女主持人 她会把他都说 那人是 一般商家 虽然是冲着你名气 但是如果你不进 一个商业主持的职能的话 其实一般商家 不会再用第二次 所以那个时候 我都会觉得孟爷爷 是视金钱如粪土 像我们要是主持商业活动 一定是嘴巴甜的呀 就是一定要让商家特别高兴 哪怕他那个logo 海天拌饭这样 海天拌饭这样 我都会讲十遍 你早跟我说呀 我都不知道你们这行当 还有这么多名啊 对的 难怪没什么人去问 服务行业嘛 其实说这不说话 心里在想 到底给多少钱 这你都知道 我觉得孟爷爷 是比较清高的人啦 那个时候 包括他平时 其实穿衣打扮 也不像郭老师那么 讲究非名牌不穿 孟爷爷其实唯一的奢侈品 是摄影器材 其他的真的 我没有看到他用过 太奢侈的东西 淡薄名利 但我觉得后面半句挺真的 吐口 那刘云老师能跟我说说 郭老师怎么突匪你了吗 他没有突匪 我觉得这突匪 说话很有水平 他把突匪当动词用 他怎么突匪你了 虽然说我们在台上 我跟郭德纲老师会 就是插课打婚 但是私底下 我非常的尊敬他 敬畏他 就是我们路非常了 都大概有半年吧 其实我才敢私底下 多跟郭老师说几句话 平时是不敢的 因为我我也跟郭老师说过 我觉得他身上 有土匪的气息 就我很怕 我很怕 以前主持活动大型的晚会 郭老师出去 身边是有十个人以上的 而且 不值不值不值 而且真的 郭老师好像私底下 真的是明星范儿 就是戴墨镜 一身黑 我怕他们认不出来 然后保镖也都是成型的嘛 都特别壮 然后很有气势 所以有的时候在后台 看到他们就是 哇啦一片人进来 我们就全都会躲开 也不太敢跟他说话 我这么平易近人 你相信我是这种人吗 你在这边安全一点啊 郭老师就是 别看在台上的时候 会调侃漂亮女生 其实私底下 他不太的 他不会这样子去 跟女生说话